当我在打篮球的时候 当我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 当我每次想不到如何解决问题的时候 当我有写作灵感的时候 当我在练习calligraphy的时候 我认识北汉大学的朋友们 他们告诉我北汉大学是提供奖务 所以我选择奖务 然后我认识北汉大学 曾经一个爱玩直飞机的男孩 也就是我 今天进入了我的梦想学校 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我会选这个大学是因为 它有提供很多的奖学金 而且它在航空航天方面 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 我原来对航天器都非常感兴趣 经过一班搜索 才发现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那么我会选择来北汉的一个原因的是 北汉不只是在航空航天这块颜域 有很好的发展 它在文科方面 比如说翻译或者是法学类 它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师资团队来教导我们 通过董总的话 他会发放几个免学费奖学金的名额 给我们马来西亚的读中生 我就是通过董总申请 然后他就帮我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那边 跟我申请了奖学金 然后他就通过我的同考成绩 来判断我可以拿到多少 见面的奖学金 然后通常就是有一百分之一百的奖学金 或者是百分之五十的奖学金见面 巨域 jeg并年年世 OBJ 我当年我看鱿航空航在空 工程航天专业 就是我是通过董总 申请到北航 在马来西亚有 不少的路径可以 让学生们进入到北航 而且奖学金非常的丰厚 我考的中上的成绩 我就获得了 全面的奖学金 至于我为什么会来北航呢 其实也算是一个缘分吧 我在上网的时候看见北航 在招生的一个广告 然后就看到是要interview 然后我就去参加那个interview 然后我没有抱很大的期望 过几个月后他们就通知我说 我通过了interview被录取了 然后还有拿到full scholarship 在写calligraphic的时候 我突然间有一个灵感 在写calligraphy的一笔一画一左一右 你不觉得很像是在设计飞机需要的流线型设计吗 我看到他们的东西 在写call资计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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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